首先在這邊 要最感謝的是 我們基隆所有 願意相信沛霞 願意相信說我們基隆的未來 是可以變更好的 是可以變得更棒的 我們基隆人期待的是一場正面 正向 正常的選舉 我們期待的是未來基隆要從中央獲得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權限來改變我們的城市 同時之間也是期待 沛霞來進入國會 幫我們爭取我們應得的權益 我們應得的福利 那第二個 我想我後面的這些支持者 謝啦 謝啦 一路走來 沒有我們後面的這些支持者 沛霞沒有機會 在這邊 跟大家說出這些感言 那當然也要謝謝我的家人 我的老爸老媽 跟老婆 在這段時間 背負了很多很多的壓力 最後要在這邊特別感謝的 就是謝國良 謝市長 沒有國良市長的大力幫忙 真的 沒有她的暴力幫忙 我們這次的選舉 不會有這麼理想的結果 所以 沛霞會把我們全基隆的心聲 全基隆人的支持 放在心裡面 跟我們後面一起打拼的團隊 到國會 把我們所有的基隆人發聲 把我們所有人 基隆人爭取更好的權益 更大的權益 讓我們未來 把我們的家 把我們的基隆市 變得更好 變得奔棒 謝謝 恭喜 加油 加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